恭喜可以接到這個 潮TV這個節目 歡迎有機會來挑戰我這個山頭 如果你想主持的話 這就是一個無縱線障礙 要超越我 比登天還難耶 但有本事的話 放啊過來 趕快把你應該要完成的事情給做好 否則我會繼續原諒 加油兒子 爸爸愛你 你如果不好好做出一份好的事業 我第一個不會放過 阿公也不會放過 我多羨慕他有一個我這麼好的老伯 對不對 什麼都給最好的 恭喜可以接到這個 潮TV這個節目 那我會認為就是說 一件事情沒有分大小 只要真心真意去表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度就是說 上了台 就不要考慮 今天賺多少 爸爸也是這樣啊 我一輩子我都不知道 我可以賺那麼多錢 要這麼收成 你就是非得要這麼宅嘛 你沒有先耕耘的話 拿來的收穫 所以在這裡鼓勵一下 陸西派先生 好不好 我們兩個的主要關係就是 藝能界我是你的大哥 就是這樣 因為我姓吳 你姓陸 那井水不犯河水 歡迎有機會來挑戰我這個山頭 如果你想主持的話 這就是一個無中限障礙 要超越我 比登天還難呢 但有本事的話 放他過來 對 跟他聊說 有這個information 你們要去接觸一下啊 這個 能夠你來做這個是滿適合的 因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嘛 那陸西派也算是見多事業廣 他也在台灣讀書 然後音樂班一路上 都是第一志願 這個還是很怪 成績爛透了 那你同考第一志願 我要他考什麼學校 他一定考上 因為跟音樂有關嘛 後來也在歐斯坦 布克利 跟黑人啊 美國人 英國人 跟他混過 也喝過洋墨水 他不是壞 你看就知道 我們家孩子不會壞的 我擔心他是笨 我看那個路西派有一點 好歹好歹啊 有可能是因為笨 他太過超越的自信 他有太多太多的自信 所以讓我會覺得 這個孩子很特別的自信 杰倫在我們家彈鋼琴的時候 我說 你長大要不要像杰倫哥哥一樣 然後他 拜託我彈得比他好 然後我說 你加油 你加油 你是一頭豬啊 愛之聲 折之切 阿公 交代了我一句話 他沒做過的時候 我一件都不要做 他怎麼做 我就照著怎麼做 我們忠孝傳家 祖宗八代沒有半個人 有任何的前科 你老兄爭掉 拍拍 都加油 不要再犯蠢了 阿公去做一點 對我們台灣這片土地 有貢獻的事情 路西派應該是智障沒錯 應該是智商有問題 第一張唱片是 台灣的超級天后 MUSA 是MUSA的唱片 你永遠還不了人家 這一兩年的時間 表面說OKOK 其實都不OK 路西派這個智障 他是製作人 那這個罪過是永遠都抵不過 那你現在是 戴罪禮公 趕快 把你應該要完成的事情 給做好 否則 我會繼續原諒你 但是 我相信 你都不會原諒你自己 看看你老伯的歷史 好嗎 加油 兒子 爸爸愛你 那我會給你最嚴厲的督促 現在沒有任何的容忍 絕對是好好處理 你如果不好好做出一番好的事業 對台灣這片土地有貢獻 我第一個不會放過 阿公也不會放過 我多羨慕他有一個我這麼好的老伯 對啊 什麼都給最好的 我可以替你做的 好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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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